有子宫肌瘤严重吗? 陈蕊妇产科主任医师 子宫肌瘤是一个女性的多发的疾病 20%到30%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子宫肌瘤 那么子宫肌瘤的 大家问这个严重性 我们要根据它的肌瘤长的部位 比如说这个肌瘤长到了子宫的腔内 子宫像一个空心的脏地 它像一个南瓜一样 它有子宫的内膜 内膜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南瓜瘤 如果它长到了子宫的内部 它就会引起月经量特别多出血 这样的话它会甚至导致它失血性的贫血等等 这也就会严重一些 那么如果子宫肌瘤长到了子宫的外表面 而且它比较小 它也没有压迫膀胱直肠等周围脏气的这些作用 那么这样的比较小的子宫肌瘤 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定期复产 所以呢 子宫肌瘤是否严重呢 根据要长的部位 我们部位的不同 它的严重程度是不同的 而且也要根据肌瘤的大小等等 决定了它是否严重 专家提示 一 子宫肌瘤是一种女性多发病 其严重程度和肌瘤的生长位置 大小等相关 二 长在子宫内部的肌瘤 可引起月经浪风多 甚至导致失血性贫血 则较为严重 三 对于生长于子宫外表面 体积较小的肌瘤 没有压迫膀胱脏气 则并不严重 对于生长于子宫内部的肌瘤